五一假期 海南各地盛庄迎客 这里有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张云义纪念馆 您可以赴一场红色之旅 这里有油画般的乡村田园美景 您可以放松身心 亲子互动 这里有热大滨海旅游度假圣地 您可以在水天一色间感受湿于远方 今年假期 海南的红色旅游 绿色生态旅游 蓝色海洋旅游启发力 让这个假期更有一番滋味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这个五一假期 错落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的 张云义纪念馆 这两天就迎来许多学生参观游览 就是今年刚好是建党一百周年 就想要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 海南史志馆的游客同样络绎不绝 参观展品翻阅史料 大家重温历史 缅怀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 了解中国海南的这个发展史 还有红色革命这段历史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和海南人都是一种责任 也是就是增强地方文化自信 还有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百年征程 铸就辉煌 就在三天前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进入假期 航天游的热度持续走高 在省博物馆的中国航天科技成果展 记录了65年来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 游弱到强的光辉历程 展出的诸多航天真品和航天模型 让游客一包眼福 中国航天天实现了古人想飞天的梦想 在以前我们国家1200时候 重复发射我们国家第一颗卫星 你看五六年到七零年十几年 我们才有第一颗卫星 再到现在我觉得好像过不了几天 我们就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有一颗火箭那卫星上天的消息 所以对未来我们是充满希望的 看完之后可能还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比较多一些 确实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得到这些成就和这些进步 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 很骄傲 很自豪 除了红色旅游 每个假期重头戏海门的蓝色海洋旅游 绿色生态旅游也都一起发力 各个景区景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以各具特色的方式 为游客提供多样游玩选择 在城脉 各美丽乡村迎来了许多前来休闲度假的游客 福山镇宝梁古村今天举办农耕艺术节 通过草地音乐会 咖啡树苗种植等活动 让游客在艺术氛围中体验乡野乐趣 更多的时间是在城市里生活 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到乡村去参与的 农耕 种植 都是能够对应上劳动 这两个字的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秋海 南强村 沙美村等美丽乡村 都是游客们青睐的对象 赏花 拍照 购买特色农产品 一样都不能少 挺热闹的 集市的产品也是琳琅满目的 我挺喜欢的 这种村子挺有特色的 就是一种古镇吧 长江骑子湾凭借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一溺迷人的海景 成为了今年五一小城家的热门之地 游客们围坐沙滩 欣赏落日美景 觉得这风景特别的好 特别的美 还想多玩几次